黑灯 第三部 云南重古 天下霸唱 第十六章 在禅之口 这陵谱的浮雕中最高处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月城 角楼 内城 义碑 雀台 神墙 碑亭 祭殿 灵台等建筑一英俱全 后边的山川都是远景 宫殿下没有山丘基石 而是树道霞光红影 凌空补烟 四周有飞龙蝉户 显出一派超凡脱俗的神仙楼阁风采 在下边 表现的是玄弓下的神道 神道两边山岭绵延 高耸的山丰森森然微微然 衬托的空中楼阁更加威严 这条神道应该就是那条名为虫谷的西谷了 胖子看霸笑道 现王老儿想做神仙想疯了 连木都造得如同玉皇大帝的天宫 还他妈在天上盖楼 不如直接埋到月球上多好 车为阳说 所有的线索都说王木在水龙云中 即便那水龙云再神奇 我也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违背物理原则的场所 这阵灵谱背面的雕刻 一定是经过了艺术加工或是另有所指 我对十二位杨和胖子说 所谓的水龙不过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 那种云就是水气升腾产生的霓虹 有形无质 所以被古人视作仙人桥 不可能在上面建造建筑物 咱们看到的这座宫殿雕刻应该不是王木 而是王木的地面祭祀设施 叫做明楼 按秦汉制 王木的地宫应该在这座明楼地下 十丈以下的地方 这种传统一直被保留到清末 十二位杨问我道 如果是祭祀明楼 也就是说 献王死后 每隔一段特定的时间 便会有人进到明楼中举行祭拜的仪式 可是据人皮地图上的记载 王木四周设有 长久不散的有毒瘴气 外人无法进入 那祭拜献王的人 又是从哪进去的 难道说还有一条密道 可以穿过毒物 山谷中瘴气产生的原因 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 深山幽谷 空气不流通 加上过于潮湿 腐烂的动植物混杂在其中 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 还有另一种 可能是在王牧完工 献王入脸之后 利用了虫谷中低凹的地形 在深处不通风的地方 种植特殊的植物 这些植物本身就带毒 这样一来 就形成了一道 拱卫王牧的屏障 不过也不一定是有毒植物 秦汉时期 从流化拱中提炼水银的技术 已经非常成熟 也有可能是在附近 放置了大量的拱 时间一久 拱挥发在空气中 形成毒气 只是这种可能性不大 即使山谷中 空气再不流通 毕竟也是暴露的空间 总有散去的一日 除非建造 献王牧的工匠们 另有办法 三人商议了一番 又取出瞎子 那张人皮地图 进行对照 发现人皮地图比阵 灵谱少了一点东西 这灵谱背面的时刻上 在溪谷中的一处地方 刻着一只 奇形怪状的蝉蝉 蝉蝉嘴大张着 靠近献王牧的地方 也有支对称的蝉蝉 同样张着大嘴 而在人皮地图上 只有溪谷中的这一只蝉蝉 而且蝉蝉的嘴 是闭着的 会致人皮地图 给颠王的人 对账户之后的情形 一无所知 这大致标准了 外围的一些特征 很显然 献王牧内部的情况 属于绝对机密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知道 这个小小的区别 如果不留意的话 很难察觉到 因为镇灵谱 与人皮地图上 都有很多 真禽异兽 这些动物 并不见得真实 存在于献王牧附近 有些只是象征性的意义 这和古时 人们的世界观有关系 就如同有些古代地图 用龙代表河流 用灵规表示雄伟的山峰一样 这只蝉蝉很不起眼 说是蝉蝉 似乎都不太准确 形状虽然像 但是姿势绝对不像 面目十分可憎 腹部远古 下肢着地 前肢做推门状 举在胸前 高举着头 双眼圆瞪 好像是死不明目一样 鼻孔上翻朝天 一张怪嘴 大的和身体不成比例 我指着镇灵谱上的蝉蝉说 这一里意外 两只蝉蝉完全对称 整个途中 谷内谷外对称的地方 只有这一处 很可能就是祭祀时 从地下穿过独障的通道 蝉蝉的怪嘴 应该就是大门 人皮地图上指标有一只 那是绘图的人 不知道内部的情况 咱们只要在虫谷中 找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进入深处的 县王墓了 说为羊对我的判断 表示赞同 而胖子根本就没听明白 只好跟着听喝儿就是了 我们又反复在途中 确认了数遍 只要能找到那条溪谷 便有把握找到 可能藏有密道的蝉蝴 我们从焦图背上下来 回首四顾 周围一片狼藉 倒掉的两株大树 破碎的玉冠 运输机的残骸 还有那只 被芝加哥打字机 射成一团破步斑的大雕骁 最多的则是树身中 无数的尸骨 胖子用脚 踢了踢地上的死雕骁 打得稀烂了 要不然拔了毛烤烤 今天的午饭就算是有了 我对胖子说 先别管那只死鸟了 你再去机舱里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 能用的枪支弹药 C型运输机的残骸 已经摔得彻底散了架 胖子扒开破损的机壳 在里面乱翻 寻找还能用的东西 我和侍卫杨泽去 把那具美国空军飞行员的 海骨清理出来 我把他手中 双头夹取下来 捏了几下 滴答作响 心想那浴冠中 渗出来的鲜血 滴在浴池上 也是滴滴答答的声音 雕骁在机舱里 着实树息 也发出 像是信号般的声音 还有铮网 撞击浴冠发出的声音 那段鬼信号的代码 究竟是哪里传出来的 恐怕已经无法确认了 我更愿意相信 是美国飞行员的王灵 在向我们发出警告 不过有一样特殊的东西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就是这具飞行员身上 穿的服装标记 是属于轰炸机编队的 而不是运输机 另外 它背后还有一块 已经糟烂的白布 上面写着 美国空军 来华驻战 军民人等 一体协助 这说明他 并不是这架 C型运输机的成员 这一代气候复杂 由于高山盆地 落差太大 气流气压 极不稳定 倒确实可以说 是一块飞机的牧场 也许在这附近 还有其他的坠毁飞机 而这位幸存者 在走出丛林的时候 成了御官的牺牲品 于是我用工兵 铲在地上挖了个坑 想把飞行员的尸体掩埋了 但是发现这里地下太湿 而且全是各种植物根系 根本就不适合埋人 怪不得那位祭司要葬在树上 我和十二位杨商量 决定暂时先把那架 C型运输机的机舱残骸当作棺材 把他的尸骨暂时寄存在里面 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人来取回国去 这时胖子已经捡了三四只完好的汤普森冲锋枪 还有十余个弹下弹鼓 当下一起帮手 把那美国人的尸骨用一张博弹卷了 塞进机舱里面 然后用石头堵住苍身的缺口 十二位杨用树枝绑了个十字架 树在运输机的残骸前边 我们肃立在十字架前 十二位杨莫送了几句圣经 希望这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的美国空军能够安息 这情形让我想起了在前线面对牺牲战友的遗体 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 急忙使劲眨了眨眼 抬头望向天空 胖子忽然向前走上两步说道 安息吧 亲爱的朋友 我明白你为完成的心愿 辉煌的战后建设的重任 由我们承担 安息吧 亲爱的朋友 白云蓝天为你谱赞歌 清风鼎鼎为你传花环 满山的鲜花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位烈士长眠 我对胖子的言行一向是无可奈何 哭笑不得 眼见天色已经晋舞 再耽搁下去 今天又到不了西谷的入口了 便招呼他们动身启程 虽然汤普森冲锋枪的自重很大 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夜晚 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冲锋枪在丛林中的重要性 除了十二位羊用不惯这打字机之外 我跟胖子美人挑了一支 剑威和剩余的一支六四式手枪 就暂时由十二位羊使用 胆霞蛋骨能多带就多带 把那些用来封装枪械的黑色防水胶带 也带在身上 我们继续沿着遮龙山向前进发 边走边吃些干粮冲击 今天的这一段行程比较轻松 吸取了昨天的教训 解量选靠近山脉的坡地行走 山脉和森林相接的部分 植物比丛林深处稀疏不少 既没有丛林中的潮湿闷热 也没有山上海拔太高产生的寒冷 一阵阵植物的清香浸入心皮 顿觉神情气爽 头脑为之清醒 一天一夜的困乏 似乎也解了不少 如此向西北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路程 见到一大片花树 红白黄三色的花朵 都是碗口大小 无数大蝴蝶翩翩起舞 有一条不小的溪流 自花树丛中经过 深处是一片林上林 也就是高大的树木 集中在一起 层层叠叠 比附近的植物明显高出一半 这条蜿蜒曲折的溪 可能就是当地人说的蛇爬子河了 蛇和水系在这一带 都集中在地下 地表只有这条溪流 溪水流过花树丛 经过一大片林上林 流入远处幽深的山谷 望远镜也看不到山谷里面的情形 我取出人皮地图 找了找附近的参照物 确认无误 这里就是虫谷的入口 经过这一段 随着地势越来越低 水流量逐渐增大 修造县王牧时 留下的堤坝应该就在前方 地面上虽然杂草丛生 大部分都被植物完全覆盖 但是仍可以看到一些砖瓦的残片 应该就是王牧神道的遗迹 我们见终于到了虫谷 都不由的精神为之一阵 加快脚步前进 准备到了低墙遗迹附近 就安营休息 信不走入了那片花树 初始这些低矮的花树争相开放 五颜六色 说不尽的叉紫烟红 而在树丛深处 则一色的皆为红花红叶 放眼望去 如一团团巨大的火云 成群的金丝凤尾蝶 穿梭在红花丛中 这里真是神仙般的去处 比起不远处 我们过夜的那片阴森丛林 简直是两个世界 胖子说道 可惜那两把捕虫网 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否则咱们桌上几百只蝴蝶 拿回北京做标本卖了 也能赚大钱 看来这世上来钱的道不少 只是不出来见识 在城里待着又怎么能想得到 施瑞扬说 这些红花红叶的花树 叫做羽猎圣绝 形成时间在第三季以前 距今已有几千万年 同代的生物在沧桑巨变中 基本灭绝了 圣绝则成了结衣植物 它主要生长在 幽暗清凉的蜜林之中 这些一种大蝴蝶 恐怕也只在这附近才有 你一次捉了几百只 岂不是要让这种稀有的 金钱蝴蝶和羽猎圣绝 一起灭绝了吗 胖子怒道 真是的 你这人就是喜欢给别人上课 我只是顺口说说而已 真让胖爷来捉蝴蝶 我还耐不住那性子呢 小蝴蝶随便捉捉就没了 哪有道斗来得识会 一件名气便足够小 半辈子吃喝享用 三人边说边在花树间穿行 寻着古神道的遗迹 来到了花树丛与林木相接的地带 这里就是崇谷的入口 随着逐渐接近县王墓 古时的遗迹也越来越明显 谷口有光秃秃的 两座石山十分刺眼 只是这里被林少林遮蔽 从外边看完全看不到 里面的光秃石山 谁也没想到这么茂密的丛林中 有这么两块寸草不生的巨大山石 突兀又怪异 我们举木观桥 都觉得这两块石头像什么东西 再仔细一看 石上各用黑色颜料画着一只眼睛 不过不是木尘珠那种眼球造型 而是带有睫毛的眼睛 目光深邃威严 虽然构图粗糙 却极为传神 难道这是在预示着 已经死去的县王 正在用他的双眼注视着 每一个胆敢进入这条山谷的人 舒雷扬走到近处 看了看那岩石 转头对我们说道 这是块一分为二的陨石 附近的坠机事故 多半都与他有关 对我们说道